蜡肠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你们知道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吗 蜡肠作为韩国街头常见的特色饮食 当地人对于蜡肠的需求十分大 这是一个韩国蜡肠制作工厂 他们对于卫生的要求十分严格 所以每一个工人在进入车间之前 都必须将手跟身体上的杂物轻易干净 在车间里 工人们会拿来一种晶莹剔透的粉丝 将其浸泡在水中 等到粉丝变软变白后 机器会将其捞出 加送到另一块区域内 等待在那里的工人 会用双手将粉丝剥散开 飞向另一处机器的闸口 便于下一步的机器切割工作 在这个机器强大的切割能力下 俩百千克的粉丝 不到半个小时 就被切割成四 五厘米长的短条 这个韩国工厂 真是对食品卫生做到了极致 这些切割成短条的粉丝 并没有直接进入下一步的制作环节 而是再次放入水中 让工人清洗一遍 那么讲究卫生健康 怪不得韩国的蜡肠 那么受欢迎 之后 这些清洗干净的粉丝 会被机器倒进另一个空间内 在这个空间内 有两根搅拌滚轴 工人会往里面倾倒特制的配料液体 这些配料液体与粉丝的比例为1比5 随后 搅拌滚轮上的叶片就开始转动 将这两者混合在一起 随着搅拌工作的进行 原本洁白的粉丝 就被配料染成了红色 拉近一看 就像是海边处理过的小鱼竿 让人忍不住流口水 工人们会将这些看着就很美味的粉丝 推送到合适的位置 为装填工作做准备 制作腊肠 最不可少必然是肠衣 这个韩国工厂的肠衣 使用的是猪小肠 工人们将猪小肠耗在水里 认真清洗过一遍后 然后就将其套在一个管道上 而这个管道起什么作用呢 原来刚才做好的粉丝混合物 就是通过这个管道 填充到猪小肠内 工人们只需一只手轻轻扶着 不过30秒 就完成一条腊肠的装填工作 之后 这些腊肠会被倒进热水中蒸手 蒸手后的样子 可以明显地看见内部的线料 为了方便运输 工人们会将其盘成一个圆形 随着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 这些腊肠的颜色逐渐加深 变成了我们常见的风灰色 工人们会将这些卷好的腊肠 推往打包车间 一个个地将其放进塑料盒中 这些塑料盒会经过一个速封机器 之后 这些腊肠就做好了真空包装处理 可以运往装箱车间 被打包工人 装进一个纸箱内 销售往各大超市 别看这个工厂有点小 但它一天的产量可不低 一天产出十吨的腊肠 根本不是什么人吃 最后 你们觉得是韩国的腊肠多好吃 还是四川的腊肠多美味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